大家好,大家好 做了這麼多複雜的菜,我就做個簡單一點 今天又是出動到我最喜歡的火鍋級的豬腩片 大皮的,然後這個是豆泡 做什麼呢? 鹹肉蒸豆泡 這個是很簡單的菜 首先,我們買回來 這些是快速開飯的 首先,我們要把豬腩片切掉 這些就好像煙肉 好,然後我們就把它切兩刀 變成三折 我們先做這個 然後做完這個醃豬肉的時候 我們就去洗米煮飯 這樣就可以剛剛好 剛剛好 30分鐘就有飯吃 我們先,因為它墊底的 它就摺起來了 好看一點 這些做生意的手法 我們一樣,就放兩刀 好 完成了 這裡其實很少 這裡大概是一磅 如果想吃多一點的話 當然買多一點 鹽大概 因為它不夠一磅 我就放輕手一點 差不多一磅 然後放些雞粉 然後放些胡椒碎 然後放些生油 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把它拌勻 拌勻 因為它本身沒有放水 沒有放各樣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放的時候要均勻一點 拌勻的時候也要均勻一點 這樣就避免它 就有些很鹹 但有些就不夠鹹 是嗎 其實它未必是想找我玩的 它想進去 我們在說這隻貓 我這隻貓 現在經常跟著我出出入入 因為我經常在家裡 養貓那些 就是 基本上就是 久了 它開始認識人 它就有一種依賴性 大家可以看到 我一直說 不要只聽我說 看著那個畫面 我怎樣打散那些豬肉 因為 我沒有加水 也沒有加其他東西 所以我們在拌勻的時候 我們就要用手 弄一弄散它 這樣 就可以令它 拌勻一點 好了 這樣就 搞定了 是不是很快脆 接著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豆泡 打對割這樣 接著就開點水 因為我先洗手 我照樣洗 就不怕的 因為我也是拌那些肉 有時候就不要那麼 死固固 就是不要那麼 stubborn 好 接著我們切了它之後 就浸它 一邊就浸豆泡 一邊就醃那些肉 大概 你醃10-20分鐘就可以了 你煮飯煮到一半 然後去蒸它 就差不多了 好 接著我們開一點水 浸它 除了這些之外 蒸這個 就很重要 就是這個薑片 我們家廚 通常呢 薑呢 就是 吃幾多 就切幾多 所以整天呢 就有一半大皮 其實這個也是正常 就不同 說專業廚房 專業廚房呢 他們通常叫回來的 就是肉薑 什麼是肉薑呢 其實就是刮了皮的大薑 所以廚師就不需要刮薑的 好了 那水 滿了 我們就關掉它 接著我們就切薑絲 這樣就切薄一點 那我們 用多少就刮多少皮 這樣就可以了 薑放在這裡 就不用怕 不用怕 不用怕 乾身 薑絲呢 就盡量 切幼一點 大家看看 可以切到很幼的 基本上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快 是不是 那 等一下呢 我們再切些蔥花 蔥花不用看了吧 那 再切些蔥花 蒸熟了之後呢 就 放蔥花上面 如果 如果怕著不夠鹹的話呢 就可以 再 加一點點醬油 這樣就可以 很惹味的拌飯了 OK 好 那下一則見 直接蒸 這個是不是很快趣呢 是吧 下一則就直接蒸 好了 大家 準備了所有東西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開始呢 就是 準備蒸了 煮了夜水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 將這個豆泡 全部撥下去 先煎底 它才可以吸收到那些汁的 好 現在水滾了 那我就 關火先 好 跟著之後呢 我們呢 就把這個 醃好 的 豬腩片呢 就 平均地 鋪勻它 盡量呢 就不要搭得太厚 因為我們不需要蒸很久的 如果你搭得太厚的話呢 那到時候呢 那有機會那些豬肉就不熟了 那其實現在呢 看 看 看上去呢 就好像很少肉 那但是呢 其實就剛剛好 那當然你喜歡吃肉的就另計 但是其實呢 這個菜菜呢 它精彩的地方呢 就是 其實就是 滲了肉汁 就是 吸了肉汁的那些豆泡 那其實呢 這樣的做法呢 就是用豆泡去墊底去蒸 其實呢 茶餐廳就優而為之 為什麼呢 省錢嘛 但是大家呢 就好像 吃得不夠過癮 那自己做就最好了 這樣就盡量呢 就鋪平它 那好像呢 就很多 就是它拱起了 但是實質上呢 你蒸起來呢 其實就不是多的 因為那些豆泡會縮水 那些肉也會縮水 OK 好了鋪好之後呢 跟著呢 我們呢 就把這個薑絲呢 就平均地鋪在上面 那大家看到呢 我切得很幼的 我大凡切薑絲呢 就切得很幼的 那為什麼會這麼幼呢 不是說我特意呢 就去顯野 就是顯擺 而是呢 我希望大家明白呢 就是你切不同的 那個粗幼度呢 其實是有不同的用意的 那如果你想那些薑辣一點的 煮回多一點的辣味的呢 那當然你可以切粗一點 但是如果你想那些肉呢 或者是你那道菜呢 蒸菜呢 就更加多的薑味 就是它滲得出更加多的薑味出來呢 其實大家呢 就最好呢 就是把那個薑絲切柔一點 那它出味呢 就會出得更加好一點 還有呢 因為本身 大家看到我這個肉呢 我是完全是 沒有加糖的 就這樣鹽的 大家知不知道呢 那些肉的味 加鹹味 再加薑絲 是很好吃的 OK 那先頭 大家看到我 也加了油 去醃它 千萬不要覺得多油 那些油呢 可以滲在底 你可以不吃的 OK 但是如果你不用油 去這樣 拿一拿那些 豬腩片呢 嘿 又不夠過癮了 我希望大家明白 有時候呢 你加多些油 是有你的原因 啊 但是不代表呢 你一定是吃到這麼多油的 OK 那 我這隻新鑊 原來都可以蒸到菜 是啊 不過呢 大家看到呢 我的鑊蓋又不同了 因為呢 這個鑊蓋呢 它就 沿著邊 頂起了 那這個位呢 它不是 因為有這個瓶呢 它就不是完全的圓形 那這個位呢 就頂起了 就有個孔 就不是太好了 蒸蛋就好啊 廢鬼事 就是我又不用煩了 是吧 但是如果蒸肉的話呢 它就不夠密實了 所以我用回這一隻呢 啊 舊的這個是 嗯 這一種傳統的鑊蓋 這樣呢 這個位呢 就相對密封些 就好些少 OK 好了 那現在我開大火 那因為呢 我用了這個新的爐套呢 它那個溫度就很高的 所以呢 我就不是開全力大火了 我就普通火 OK 大火小 小小一點點 就中火以上 這樣 那其實呢 那個溫度就足夠的 那我要用多久時間呢 那平時我蒸肉呢 就十五分鐘的 但是今天呢 我就用十二分鐘就夠了 那為什麼呢 那些豬腩片就很快熟的 哎呀 sorry 那些豬腩片呢 就會很快熟的 十二分鐘就夠了 所以為什麼我先特別強調 你落它鋪排的時候呢 不要讓它搭得太厚 就是這個意思了 OK 那 講完了 待會開鼓 看看效果如何 待會見 好了 好了大家 那這樣就 鐘響了 懂得火了 大家留意一下 我這個一直在用的火 是中大火 就不是中小火 亦都不是大火 OK 既可以節省煤氣 同時間呢 亦都不用 就是這個爐頭 就這麼熱 去 哇 正到不得了啊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這個 剛剛好啊 真的多一點都沒有啊 跟著之後 我們就拿起它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就可以 等等先 哇 好 跟著完之後呢 我們就撒幾粒 蔥花上面 然後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這個 肉呢 那個效果是非常之良好的 就是不可以 蒸得太久啊 如果照我們 平時蒸肉的時間 15分鐘 肯定過了火的了 現在呢 就剛剛好 跟著完之後 我們呢 撒完蔥花之後呢 我們呢 就放一點點 的 醬油 本身呢 它們都不是很鹹的啊 那麼 下多少 就看一下大家呢 那個 就是 需要了 那麼 這個菜呢 其實就很簡單的 是絕對可以 符合 城市人的生活啊 那麼 為什麼我今天呢 會做這個 這個菜呢 那本身呢 其實我就很喜歡吃 就是蝦醬 精爛片 差不多兩年前 我已經在做的了 就是很早期的片 已經有了 但是呢 本身呢 我兒子又很喜歡吃 我當然更加喜歡吃 但是我女兒呢 就不太喜歡吃 所以呢 我就唯有 既是可以做出這種野味 其實呢 這個做法 就有 帶出那個肉類的鹹鮮 醃的時候呢 我們什麼都不用放 就是不要放多的醃料的 就是鹽的 然後胡椒 甚至你不喜歡雞粉 其實雞粉 都可以不放的 就這樣 醃它 半個小時以上 然後呢 它就開始發酵 在肉身呢 就要發酵 然後發酵出來呢 它就會排放 大量的氨基酸出來 這些氨基酸是什麼來的 就是味精 OK 行不行 所以呢 大家如果 嫌棄這個雞粉的話 真的不用放 就已經夠鮮味了 不過 它始終都是 急凍的 有些人會是怕 就是有些雪氣 以及本身豬肉 它不同地方的產品 都會是有機會 就是 有些酥味 那麼呢 我們如果這個時候 放少少雞粉 就有這個 這個 這個酥味的作用 OK 行不行 基本上就是這麼多了 那麼 豆泡就 對角切開 然後就 就這樣 放在底 放在底 將蒸的時候 再將那些肉 放在面上 再面上 放些薑絲下去 薑絲呢 在這裡來說 我可以跟大家說 是畫龍點精的 先頭 其實我不是放得很鹹的 如果 如果大家吃得鹹的話 又不怕腎病的話 其實 少少偏鹹 這個菜是好吃的 當然有人會說 喂,不是啊 你這樣就是害我 等一下我健康出問題 有什麼問題 本身這個菜 其實不是我發明的 本身這個菜 其實我們是很窮的時候吃的 窮的時候肉貴嘛 有什麼辦法 這些專門用來送飯的 所以是鹹一點點好 不過 現在因為現代社會 吃肉就多過吃飯 所以我們在調味上 就要變通一下 就不會醃到這麼鹹 先頭 我那裡差不多一磅 我只是放了大概 三分二斤鹽而已 你想想 平時我醃肉的話 都差不多是這麼多 然後還有豉油、蠔油 都是鹹的 還有雞粉 都是鹹的 那變成了 我這個肉 比平時我們吃的 就是根據我們的方法 去計算的 那個醃肉 這個其實是更加淡口的 所以為什麼後來 我要加些醃肉下去 那你做了之後 就是你醃了相對淡口的肉之後 你是後期要吃的時候 你喜歡有多鹹的 你就放多少醃肉下去 這樣是不是 那個彈性更加大 對於所有人來說 OK 好嗎 希望大家喜歡 這個相對比較簡單的一個做法 應該新手都做得到的 我跟大家說 這個很好吃 大家都應該去過茶餐廳 吃過這些類似的 午餐 快餐 是不是很好吃呢 我跟大家說 這個我也很好吃的 那大家去嘗嘗 OK 好嗎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